能对自己的长辈 踢桌子 摔门走人 你这样的人 谁敢托付终身 所以姑娘 才认识了没有多长时间 连你过生日 人家都不知道送礼物的人 你就这么巴巴地 跑来找他了 你得多欠考虑啊 来到这个地方 他倒车都要撞你身上了 下来还要骂你 你还说我们家人也同意啊 我还想和他在一起 我想你们今天 可能是不会分开 但是 未来的路是 如果你们结合在一起 哪天这个姑娘 她长大了 她随着生活工作的阅历 开始有了智慧 她和别的姑娘一样 也会把你抛弃 如果说有一天 这个先生学会了 我在生活中 要控制情绪 要学会和亲密 关系相处的时候 把他们放在重要的位置 而不能那样 发脾气的时候 那对不起 没有智慧的女人 真的会被淘汰出去 所以你们两个的未来 其实我担心的不是说 感情是否能继续 而是你们是否能够 正视自己的问题 去成长 所以究竟在一起 还是不在一起 你们首先要思考的 不是感情 而是你们自己 人生的道路 怎么去提升 谢谢杨老师 来 图老师 有一个词叫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利己主义者就是自私 精致指的是什么意思 这一类人善于伪装 对生活有品味 对工作有追求 但是很自私 你第一眼是 看不出这样的男人 是自私的 甚至会觉得他挺优秀 彬彬有礼 对工作有要求 甚至对你很体贴 但是久而久之相处下来 你就会发现 并不是 挤的 我 与其他人 自私 确 Din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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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